何彦诗去年年底和前唱片公司约满后 去向一直未名 踏入2020年 他不只宣布即将成为人妻 最近更在社交网站宣布 以独立歌手身份再战乐坛 这一天Stephanie为新歌宣传 她也说感觉和之前很不同 很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出来会怎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就希望可以效果OK吧 可是觉得最大的困难是哪里啊 最大的困难一定是付钱的时候 对其实就很多东西我没有试过做的 例如一些版权的问题啊 或者是歌曲发行到一些电子的平台 但是这一次很多朋友会叫我 所以我就觉得原来自己一步一步来的时候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对这次也是有很多好心的人去帮助你 对我就觉得我很幸运就这几年认识了很多好好的朋友就他们我一问他们就给很多资料给我就学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可是你的存下来的钱应该也都花了很多 对对就是真的是花了一大笔钱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钱可以换到一些欢乐还有一些经验的话这个是绝对值得 这个比买一些名牌的东西更有更有作为 作为独立歌手的首支单曲当然很有纪念价值 Stephanie还将新歌多加了一份意义 就是送给妈妈作为生日礼物 其实因为他帮我选的某程度上是他进了我的email里面去听我的歌 那然后他就跟我说这首歌你一定要去做 那最后我就决定了就希望在他的生日有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给他 前几天也是在你的社交平台上面放了你一条片就是几个月前拍摄下来 对对这条片其实是看我自己十年前 现在其实是已经十一年前的超级巨声的表现 那我一直也没有去看因为我不想面对当初就我觉得唱得不太好 但是现在看回来就有一个另外的心态 因为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很勇敢 对 无论是唱歌方面还是跳舞也是很勇于尝试的 那我现在也希望可以保持当时的心态 对 对 对